今天有三例境外籍移入的病例 分别从英国越南及菲律宾入境 指挥中心表示 英国籍20多岁女性 因检疫期间未与他人接触 故无匡列接触者 印尼籍20多岁男性船员 已掌握接触者共48人 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 已掌握接触者共2人 另外指挥中心也新增公费疫苗接种顺位 从原先的九大类增为十大类 指挥中心说明运动员要出国争光 因此列入公费对象 这次新增的两大类 除了第四类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国者之外 新增的第三类是高接触风险第一线工作人员 包括国际航空机组员 国际商船船员 防疫车队驾驶及海关等 指挥中心预估 公费疫苗接种人数约1500万人 不超过3000万剂 台湾透过全球取得机制 取得首批约20万剂牛津AZ疫苗 原定2月底有机会抵台 指挥中心表示可能要晚个几天 目前已知亚洲相关国家都还没收到 所以讯息应该是平等通知 新淘楼亚特电视林家伟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 新淘楼亚特别报道